瑞瑞香公所为了推广瑞瑞香优时农特产品 8号上午在农官客举办了 想见好市及建筍食书农特产品的推广活动 现场有拨建筍大载当季新鲜农特产品的展售市及 美食风味料理品尝等吸引了游客和民众到现场尝鲜购买 平日为农官客办公的地方 为了推广瑞瑞当季食令蔬果农产建筍 腰身一变成了想见好市集 地方小农的农产好物 游客民众以及长官贵宾 用新台币统统下架现场买气强强棍 瑞瑞香公所以建筍为主打 举办了112年想见好市集 建筍食书农产品推广活动 今年建筍因春雨首产季延迟 现在才刚大出 农民表示产量品质都在水准之上 刚出的时候产量少 都已经500、600 目前的产价是300、350到400 可能之后产量大出的话 这个价钱可能会比较降低一点 250以上 为花莲各族群部落 三月份限定的传统农产建筍 肉质细脆 笋香四溢 不论快炒 煮汤 还是直接火烤 风味独特营养美味 是台湾的好食材 你会比较推荐大家怎么吃 比如说是要加喜乐还是烤 你觉得 都好吃 但煮汤比较多 煮汤比较多 我换这个 咸猪肉 好 好 你那个咸猪肉吗 对 这个是咸猪肉 先给它放香 逼它的油出来一下 先先就炒这个 对 日子乡公所透过这一场 想见好市集活动 现场有波剑笋大赛 当季新鲜农特产品 展售市集 美食风味料理品尝等等的活动 强力推广行销 在地的施令蔬果农特产 瑞瑞有两个地区 一个是虎头山 大约在700公尺左右 还有一个在 互原蝴蝶谷 这两个产地 是我们瑞瑞最大庄的产地 因为今年的价钱 比较好 产量少 可是 雨水现在来的 现在的剑笋正好吃的时机了 瑞瑞上的剑笋农产 大多分布在 富原山村山林农地上 才自然农法生产管理 天然无毒 而随着产季产量的增加 价格也跟着波动 目前瑞瑞地区的 剑笋价格平均一斤 350元到400元不等 想要长线的消费大众 现在正是时候 记得时宇 蓝瑞瑞采访报道 好 好 谢谢大家